技术2021 元宇宙 自动驾驶和算法监管 2021年 也是后疫情时代的第二年 疫情以19波涛汹涌的力量 形塑了新的时代 它经过了大家的步伐 但是激发了大家的想象力 曾经在小学作文本里畅想的2020 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 在资本助力和技术加持之下 2021 未来以来 其实这个词最早还是科幻作家提出来的 1992年 美国著名科幻大师尼尔斯蒂芬森 在其小说《雪崩》中这样描述元宇宙 戴上耳机和物镜 找到连接终端 就能够以虚拟分身的方式进入游记散机模拟 与真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空间 一方面现实层面 技术条件和元宇宙所需的技术支持相差甚远 人工智能大多数时刻 还是被看作是人工智障 另一方面 元宇宙的革命性 也在挑战现有的社会组织机构 政治制度等 也将面临着政策的严管 如果说以上的技术发展 还处在方星为爱的阶段 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基础设施的算法 在今年却正式遇到强有力的监管 在今年9月 国家网信办等9部门称 将构建算法安全监管体系 严厉打击设算法违法违规行为 近几年 算法相关的话题 频频引起大家的热议 外卖平台中 外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 让我们看见了 在追求实用主义的算法中 骑手的生命安全等权力 变成了可以让渡的那一部分 信息内容领域信息个性化算法策略 构建信息检访也是老生常谈 网约车行业 据上海市肖保委调查 超半数网约车多算公里数 同时网约车还存在 不同手机优惠金额不等的看手机下菜叠 网约车或杀熟现象